宣章 听起来就非常豪华的成就 需要对某个国家有一定的贡献 才会得到的荣誉 没有错 每个国家都会有他们专属的宣章 由当地政府或国际组织 颁给个人或团体的荣誉争战 来表扬受益者对该社会 民族 国家有所贡献 当中的贡献就包括运动 军事 科学 学术 或其他的重大成就 都会受勋 对于受勋者而言 这对他们就是很大的荣耀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日本勋章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奇比的频道 这个频道主要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日本 或提到日本的有趣主题 如果大家对这类视频有兴趣 欢迎订阅订阅 日本勋章有很多种 我们就从最高端的勋章开始看起吧 大勋为菊花章 是日本最高等勋章 主要颁发给天王和外国元首 至今 佩戴大勋为菊花章的 只有名人天王 外国的受勋对象 有英国女王 伊利沙白二世 泰国国王 普密鹏 阿杜德 和美国第34任总统 德怀特 爱心豪 童花章是第二高等的勋章 这个勋章是在1888年1月被制定 后来在2003年荣典制度上被彻底改革 这一次的改革会在下一个勋章里 再深度跟大家解释 童花章授予曾经担任过内阁总理大臣 众议院 参议院议长 以及最高法院院长 除了这些职位 有过特别攻击的事业家也会被受勋 可以说是给予民间人士的最高勋章 童花章的受勋者 有几位来自外国的著名人物及领袖 其中包括西方和东方的领袖 美国的第26任美国驻日本大使 霍华德·贝克 在2008年11月3日受勋 亚洲受勋者只有三位 首位获得的是 印度前总理 曼莫汉星 他是印度第13位总理 任期从2004年到2014年 同时 他也是一位经济学家 在2015年3月23日 第二位亚洲受勋者诞生了 他就是新加坡首位总理 李光耀 他离世后 他的儿子李显龙总理 在2016年9月28日 在东京帮他的父亲追寻 当时安倍首相说 李光耀在世时经常到日本访问 为新日两国的亲密关系 鉴定良好基础 第三位获得这份荣耀的人物 是马来西亚的第四和第七任首相 马哈迪医生 他在2018年10月6日早上 在日本王宫受勋接领名人天王授予的一等童话 大寿章 也肯定马哈迪在加强马日双边关系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序日章是在1875年4月10日制定 2003年11月更正 本来的序日章有两种 普通和最高等寻章 那就是等序日童话大寿章 更正的那一年 他们把序日章独立拆分出来 变成了现在的序日章和童话章 序日章授予对国家有功劳 有引人注目的攻击的人 瑞宝章是从1888年开始制定 多数成年从事公共事务者 将会受到推举成为受章的对象 这个视频提到的勋章都是比较高等级的勋章 其实还有一些是这里没有提到的哦 以上就是这视频的所有内容 希望大家也对日本勋章有了多一层的了解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日本或其他勋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またね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动 adesh辕 ز起大家好